欢迎宫俊 哈喽哈喽 各位Yves和一类采访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宫俊 好我再开个板 来再来一点 打个招呼吧 哈喽Yves和一类采访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宫俊 LV2023春夏的这个男装秀 是 来到阿娜亚给你有哪些惊喜 首先来到这个阿娜亚这个园区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这个卡通元素 嗯 还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烹灰啊 涂鸦 然后仿佛置身于LV的这个游乐场 或者说是一个展览馆里面啊 LV的暴提音电影院都很新奇 然后来到秀场我也特地去看了一下 有很大的这个聚人雕塑 嗯 而且这次还是在海边看戏哦 哎 一下又感觉不一样了 感觉不一样 而且它是一个用沙堆 堆砌而成的这么一个秀场 嗯 特别有那种哎 童年的那种氛围感 童年的 童年的感觉 嗯 那这个系列哈 二三春夏这个系列 在色彩啊 包括一些细节方面 给你整体什么样的感受 哎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它会加了一些同真同趣的元素 加一些这些色彩的点缀 这种撞色 我觉得很喜欢 很青春 很时尚 每一次LV的秀 我们其实也会很关注包 包括其他的一些配饰 那这一次的很多造型手带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 哎 我印象深的有 货车手带 还有船型的 都印象很深刻 就是各种各样 非常可爱的一些小包包 嗯 还有那种饼干造型的 饼干造型的 对对 特别像中草 那你今天这个造型 就是走过来一看 哦 恭敬来了 就会给我这样感觉 特别适合海边有没有 是 这个海边最亮的仔 它这个颜色啊 首先它是个喷绘 大家看到了 包括LV的一些logo 都是用这种喷绘喷上去的 嗯 非常的奇特 然后再加上我这里面这个 可爱的这个小卡通啊 这个点缀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手上几块表了 ALV Tempo 20系列啊 非常的经典 大家看到了吗 这块表呢戴在我身上 增加的沉稳一点啊 最近也是拍了这个 东方幻想剧 也要小红娘 是的 那这个类型的剧 你看因为也有很多 特效的部分啊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来跟我们分散 就是学到了很多 诗法的手势 啊 比如呢 五梦 这生活就起来了 等等等等 然后一团货 就给你打过去了 魔法打败魔法 就不是说用这个刀啊 剑啊之类的 这种去打斗 因为以前演的 可能这种比较多 玄幻题材或者说是 偏仙侠类题材的 我也没有尝试过 很开心的一次体验 我感觉男生应该都喜欢 是吧 看谁的法力这么高强 一二三来 对对对 一二三 都已经过去了 今年有发这个Vlog Vlog片头呢 有三个关键词 进步 不飘 拍好戏 是的 对 这是你一种心态的写照吗 能飘吧 然后得有进步 是吧 点击上进步 然后拍好戏嘛 就希望能争取到这个自己喜欢的角色 自己喜欢的戏 喜欢的剧本 嗯 争取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喜欢的剧本 同时把握好 是 同时把握好它 嗯 不飘 进步 谢谢龚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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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